工廠有多少人在我的工廠上跳樓啊 跳樓的人都比你的雪票多 就是這樣 應該後有二就是左手黃國瑜 右手郭台銘 多算 凡親一禁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就紅了 對呀對呀 你回家是不是無間道 鬼來的 是不是高級黑還是低級紅 由老毛年代去到你無寧小姐 你就已經會用四個字去形容這場戰役 就是敵軍全軍覆沒 先認識大家 在Kelvin的Patreon 在我的Patreon的朋友 謝謝你們 繼續扭心 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已經開啟了IG帳戶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和節目資訊 馬上follow 各位網友 如果想獲取更多關於財富增值 理財投資的資訊 歡迎加入財富BB班 購買方法有三種 第一 成為財富BB Club Patreon的會員 方法二 在現有CC工作室的Patreon裡面 有一個新的財富BB班的Tier 連同大火85折優惠 方法三 在Patreon裡面的Shop、商店 單購20242月版 今天開始理財投資 我們在班上見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就是23條通過後的限華 加上 繼續有Kelvin的這件事 我怕你不記得了 我們23條之後第一集 有什麼改變 我看了23條之後第一集的限華加上 是不是有很多東西不能說的呢 那問題你是不知道有什麼不能說的 你會不會嚴重的呢 我先提醒你 你千萬不要說李家超是豬丹兜 這個可能是洩露國家機密的 這個是不是機密 這個應該不是機密 高度機密 我肯定以前的北上頻道 以前的北上和北上全部都不出 我肯定 你說的文革那些是哪裡可以的 我想出都出不了 我的北上頻道很多都被國安收了 在家裡那些 你以前說的文革那些 或者那些官那些 又可能 什麼啊 什麼啊 香港可能不能說的 但是中國更加自由 中國最近都有看 珍國祥那兩集三看 是不是 雖然中國沒有Netflix 但是中國有串流 大哥 是不是 別人也是這樣看 別人也是這樣看文革 看得多high 多free 你的節目 你自己說了嗎 你自己說了嗎 說了一下 看了頭兩集 我也是捧著珍國祥的牆 看看香港導演會拍得怎麼樣 我沒有興趣 我已經說了 你知道我 我又沒有耐性 八集 八集 無緣無故要看中國小說的科普 大哥 每一看都看Christopher Nolan 我們那些勾結外國勢力 大哥 奧斯卡你也有說 有什麼沒有說的 下屆奧斯卡也有說 OK 也有很多話說的 因為我們自由 我們兩個都 所以什麼都可以說的 23條就 23條不關我們倆的事 你也是守台灣法律 我守加拿大法律 外星人也會害怕 火星人也害怕 真的 我想知道你那邊那個 你這個問題真的問得太好 即是說23條之後 譬如我們做網台 分別是怎樣 我想跟你分享 我跟Jacky鋒每星期的節目 然後我們說 我們的聲音 就是很振奮 現在還有 馮志正是支持23條 我也支持 我也支持 怎麼會不支持 當然 如果我代表 我代表馬來西亞人 新加坡人 台灣人 我們一定支持你 立23條 怎麼知道 即是要這樣說 當然 我跟Jacky說 你知道我們兩個是小胖子 我們看到很多 81個國家政要 現在可能不知道 聯署 我跟Jacky說 不行 被人說我們全部海外媒體 在抹黑唱衰 我想跟Jacky 因為我們沒有空 我們聯署支持 你知道我們那種風格 說完之後 都不理解 有些在香港的香港人 有個好少數 大部分都知道我們的風格 是負中作落 聽過我們網台也知道 我們是負中作落 但也有些會覺得 有些心疼 你對於這個心理 有什麼提法 我告訴你 你和Jacky看得不夠通透 那81個所謂外國勢力 包括彭定康 包括Ian Duncan Swift 他們那些 還有Mike Gallagher 那些全部都有聯署 那些人 我就有充分理由 懷疑他們是和李家超勾結的 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 你寫完那封信 呼籲全世界的國家政府制裁他們 其實就是求人得人 他們已經做足準備 就讓你制裁了 他做足準備就是讓你美國制裁而已 是 OK 但是 譬如說 為什麼 Ian Duncan Swift 在英國議會都有做了一個 緊急口頭質詢保守黨 辛偉誠和卡梅伦 為什麼你不做制裁 英國為什麼不做制裁 如果我代表辛偉誠 回答你Ian Duncan Swift 你不是傻的 我怎麼可以告訴你 首先是國家機密 我就是不制裁 做一個窗口出來 等那89個 在垃圾會的89個港間 或者還有鄧炳強 林定國 李家超 不臭米氣 他一個不小心 在我沒有制裁之下 他來了Piccaderry 唐人街 咬回燒蠟飯 我立刻就找一條鬼佬 我就立刻會叫你 Ian Duncan Swift 我叫你去 你就坐在那張桌子上 大家拍一張照片 那他就即時斷政 勾結外國勢力 是不是 這個是裝彈工來的 大哥 用心良苦 你不臭米氣 整天在問 問來問去 為什麼我們不制裁 制裁了他就不用來 是不是 對 大哥 我現在 是的 我們這邊也有 我們這邊也有加拿大議員 是 我星期日 我們遊行的 劉細良 劉細良跟我一起叫咪 劉細良 是 我怎麼會跟劉細良 是吵你 神經病 你呀 你呀 煽動分 煽滑 你簡直是 我怕別人打給你 我怕別人打給你 我叫劉細良打給你 我怕別人打給你 劉細良 我叫咪 哎呀 死人道老多 不制裁香港官員 又在那裡喊 大哥 你制裁了他之後 我就看不到 田北辰來溫哥華打邊爐了 我下次 田北辰 我再見到你打邊爐了 我已經見到你兩次了 我見到你第三次 我一定會坐過來 你不要再站起來這麼快 OK 然後再打一個卡 那邊不用去 這招高 這招還不錯 不過你黃了 田北辰可能見到你閃 馬上 你過來 但事後他可能會多謝我 你怎麼知道 你又不是田北辰 肚子調重 可能他也想像我們這樣 留在加拿大 神經病 對 對 如果你需要申請政治庇護 就可以找我 我可以幫你忙 田北辰 明白明白 因為他也很危險 因為他經常在那裡 隔高鐵 地鐵加價 每次找到他 都是唱衰香港的 他其實也很危險 我覺得 你說得對 其實這班議員裡面 全部都制裁了 就未必會 但是 現在要找一些比較高危的 那些要開始擔心 更簡單 就有人開始擔心 你想說那個 謝偉俊 你這麼激 你這麼搶劲 上Facebook 學我 上Facebook 是啊 他是值得害怕的 因為這些人經常說他是西環契仔 但是你扭兩個字 現在可能叫做前任契仔 大哥 現在西環都換了妝 認識你老鼠嗎 現在可能真的認識你老鼠 所以就補不了你一輩子 所以他成功 對外就是這樣包 對外就是這些外國勢力的平台 我馬上刪掉 但是你稍微怎麼說呢 這個是你講的 這個是你講的 他不是這麼說的 他當然不是這麼說的 他說他沒有說Facebook是外國勢力 他說他遲些會再開 他現在是關了一陣 他撿撿他 他說看看有些什麼敏感 就免得被人口實這樣 因為大哥 謝偉俊是聰明的 當然 因為他一定能聞到浸脆 因為他說免得被人口實 那個人是誰 很明顯是指名道姓 就是沒有指名道姓 但是很明顯就是李家超 因為李家超 上次李家超大哥 對他的指控是很恐怖的 說他用挑撥矛盾的方法 然後還有說這些是於乎而危險的程度 李家超說你謝偉俊說完這些 OK 令我想起2019年 喂大哥 多恐怖 不是 再補充 是令我想起2019 黑暴的年代 大哥 OK 那你在李家超的眼中 謝偉俊是暴徒來的 是 是 是 那你這個謝偉俊就已經明白了 因為謝偉俊也是西環契仔 不是浪得 前任西環契仔 不是浪得虛名 所以當然要先整個Facebook 喂大哥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 如果李家超一時誤會了 以為謝偉俊 接下來下屆會選特首 喂 那李家超就動手了 是啊 所以是很危險的 可以 我覺得這件事真是精彩到爆 有一群人 是覺得 你說冷感也可以 總之覺得不關我的事 23條是搞那些 搞港獨那些 平時做生意 平時我們不犯法 如果你們不犯法 如果你們稍微有少許常識 你想想一下 謝偉俊也會害怕 明白 你這個就可圈可點了 李家超、鄧炳強、林定國都說過 你不犯法 就不關你的事 是 那現在 現在謝偉俊就示範了給香港人看的 就是什麼 喂 就是 我真的可能 就是謝偉俊真的可能犯了法 所以他就有行動 沒錯 他就先毀屍滅跡 他可以毀屍滅跡 啊 接著 大哥 我記得李卓人 衣仔啊 那些 弄一部電腦 又說別人毀屍滅跡 那為什麼你現在不抓 謝偉俊呢 你是不是相關標準呢 他一擺明 他現在陽光底下 示範給大家看他怎樣毀屍滅跡 他就 關上Facebook了 所以 所以 是啊 其實現在就開始文革了 當然不是現在才開始 但是我們現在開始欣賞 開始殺入直路 我們都說了很久 當你反對派被你們搞死了 那你剩下的建制就是自己內鬥 也是很符合國情 最厲害當然是自己鬥自己 然後 李家超一聲令下 那下面當然人會鬥 你又鬥我 我又鬥你 你說得對 後來 你以為建制派不會爭上位嗎 你以為沒有人想侯著李家超的位嗎 我們覺得 給錢也不做 多少人在這個位置 是吧 然後 你是他的派系 我是我的派系 我就找人咬你 你就找人咬我 就是這樣了 之後就 還有人人自危 你除了謝偉俊 還有那個 那個辦律師的江玉寬 都是垃圾 原本沒有人認識他的 他算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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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認識 我認識 是啊 那個最近都 那個最近都 嚇過香港政府 他搶薑的 他說那些復活彈 為什麼又免費 他跟我說 其實我先說 這些都是死的 是啊 因為稍後有些人說 你當然是看了傑斯頻道 傑斯頻道說 問為什麼那些東西 又免費 又貼錢 給窮友 他又跟著說 這些人人自危 現在真是 這個垃圾局裡面 總有幾個 譬如說 謝偉俊也好 田北辰也好 江玉寬也好 其實大家都只數到這幾個 因為這幾個 都會裝模作弄 都覺得應不轉小馬大幫忙 叫做弄兩句 驚異出來了 但是其他人就會不弄你們 你為什麼搶薑 鬥到連說弄幾句 他們都不肯出聲 全部都清一色 一模一樣 到這個時候 你們和爺爺就會想 如果全部都說同一樣 需要幾十萬一個月 請你們這些垃圾 還需要九十個 Exactly 九個都可以 你們都這麼久 九個都可以 減了八十一個 就可以減少 其實立法會都需要 折留 是啊 我想多一招 港區人大兼任 是啊 是啊 做人大那些做立法會 這個提議很好 一份量做兩份職 多好 現在的議員又沒有工作 那些警察不會做 那些警察不會做 就是看你們那些 立法會議員也好 政府官員也好 那些Facebook IG 然後還有 哪個有英籍 哪個有子女 在外國讀書 那些子女 人人事危 是啊 所以這23條一個 然後 可能還有些人會以為 沒有什麼會發生 首先做個謝偉俊 然後第二天 就立刻做一個 馬進民事件 就是說 本來可以坐出來 馬進民先過謝偉俊 我意思是立刻有這麼多事情發生 馬進民那件事 然後連帶 紅仔餅又放棄上訴 你說沒有影響 是不是 立刻 有看到事情發生 立刻 你政府也可能不想這麼快有事情發生 但結果就會不斷發生 那些跟23條相關的事 你提起紅仔餅 我也沒有講過紅仔餅 紅仔餅是我弟兄姊妹來的 嗯嗯嗯 就是跟我們一起零洗的 OK 那麼 就 紅仔餅如果沒有記錯 要坐 坐足四年 現在差不多要 嗯 接近 應該是接近四十 應該是不是接近四十八個月呢 可能不止 可能不止 是啊 就是那個刑期很重 我記得 總之 總之 總之是不少過四年的 嘩 算了 六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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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天我都有 他判的那天我都有在庭上 嗯 是啊 我記錯了 本來扣了三分之一 都要坐四年了 現在就要坐到六年了 是啊 就是 現在有些網友 不知道情況 就是他們本來判了六年 然後刑期定罪都上訴 現在就取消 他沒有說什麼原因 但是我都想到 你真的浪費了 不用浪費時間 我們所有人 我們的期望是坐十多隻出來的 那當日一半判六年審志偉判的 嗯 同一個法官 也是沈志偉 沈志偉有什麼出名呢 就是地院拍手足拍到最重的一單七年 就是地院最盡拍七年 第一單也是沈志偉的 拍這個當年起飛腳 踢警察 踢死客那個 那位手足都慘 那位手足本來是預計是今年十月出冊的 那現在又可能已經幾乎肯定是出不了冊 那又是好像馬俊文那樣 將會都要坐多 可能都是 我都不懂和他計算 因為他有兩三條褲 所以 但是我想至少都起碼可能要坐多兩年 嗯 那又是很辛苦 那紅仔餅那天 我們判完全部人是嘩然的 就是我記得 就是綠綠 嗯 那跟著就 就是在庭上面 沈志偉就幾乎就說 他身體的狀況那些東西 就全部都不是答辯的理由 那就全部不接受 那就重判了六年了 那我最記得沈志偉更荒謬 就是很荒謬 當時在庭上面 他說 就是大家知道 紅仔餅是被警察扮了一槍 嗯 沈志偉竟然在庭上面說 他說受傷程度的警察 是比紅仔餅更加嚴重的 唉 這些真是生氣到 真是生氣到 沒有話可說 是啊 就是 你在庭上面聽這些聽審 你整天很有衝動 尤其是我們這些人 很有衝動起床 就是好像周星馳那裡 釘一鞋上去 那些這樣 就是什麼都很難受 你說這些法庭判案 23條之後 更加辣 報導更加危險 而我們看這些個案 其實更加憤怒 就是很多單 譬如現在我想 Dicky一定有留意 那個高佬 高佬挺案 就是721 就是荒謬 陳廣辭 很厲害 每天都荒謬 陳廣辭 真是搞笑 荒謬就是 他基本上已經設定了 那個是一個暴動 是 是 但是問題你是法官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荒謬 但是 你說起我老友記 阿廷 又說兩句 阿廷 我想23條之後 阿廷本身沒有23條 已經很辛苦 因為他要揹著兩單 一單就是721暴動 一單就是47人 那兩單都是選擇不認罪的 是 以阿廷的性格 以他那個鐵面無私的性格 他沒有可能選擇認罪 但是 包括721暴動 其實怎麼認罪 沒有可能認罪 大哥 真的是 就是離譜 就是離譜 但是 認罪 今天 我告訴你今天 今天兩單東西 合起來 如果大家深水清就知道 林卓廷在面對著 我不想很仔細地這樣說 但是兩單東西合起來 是在面對著一個超過10年的刑期 大家自己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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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三分一 所以這個 我是覺得 是 就是 很 心傷 不是開玩笑 除了現在的判刑 根本就不是看你那個案件的情況 根本就不是看你 根本就不是看案情 你那個上限有多少 你就推到有多少 譬如你說一個 地區法院那個上限 大家都說很多 我們都要提兩題 當然就是立法會 立法會案 全部拍到有這麼盡 得這麼盡 70個月 80個月 站位法官李志豪 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他不是判最高的話 他又怕被人咬 他怕被人刺灰 你做法官 你做什麼輕判 鬆一手 你是不是留一手 你是不是黑 你是不是皇官 這樣 這樣 你是不是沈小文 這樣 對 你怎麼搞呢 很慘 佔領立法會案之後 又到這個 秀菇 秀菇變單 陳龍秀 OK 秀菇那單 這兩天又開了庭 重審 當年沈小文判他們無罪 十幾個人 十幾個人裏面 一判了無罪 接著就走人 走剩四個 包括社工秀菇 現在律政署上訴 得席 發還重審 現在改了制度 現在基本上就是 你就算 這麼巧 被你又撞正一個 審小文 那件事就正 審完之後 連法官都走了 現在審小文都走了 然後 現在就無限上訴 總之上訴到什麼時候 上訴到律政署贏為止 那律政署 現在再告 重新審 四個被告 這兩天審 有三個已經認罪 因為無力再打 你說是不是他們意志 已經 喂 不只是說意志 還有說律師費 喂 大哥 怎麼負擔 一個普通人 很多 很多事情 但是他們很慘 他們就在23條立了之後才認罪 嗯 他們都知道沒有了三分之一 都要做 是暴動罪 他們認罪 嗯 那就是說 起碼五個走不掉 是 然後剩下一個就是受沽 不認罪 那不認罪 是不是 威風一點 當然不是 因為差不多輸了 很慘 很無奈 很無奈 在孙悟空的电影中,那个是唐三藏 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如果我在现场黑警 我先拿出枪出来吓售狗 售狗就是那只 I'll leave you 不要打架 然后就是这样,这样也叫暴动 你是不是荒天下之大谋 说过都要再说,有点去到黄宗堯的案件 你说你进去,现在就死定了 那没得拗,我整天都觉得是 你做法官,你都是以后下下 其实你以后下下,那就算了 你都赢了,你们赢了 你一定是判的,你一定是判的 你不要说那些 譬如他说黄宗堯就是,原来你进去,拍一拍肩膊 是可以鼓励里面的人继续暴动的 你怎样衡量可以鼓励? 是啊,很控范的 你不让示威者看到黄宗堯就走 我很恨你,黄宗堯就走开 那是妥疑的 是不是? 你凭什么觉得 直头可能会发生过 Exactly 告诉你那天 所以,还有他进去几分钟 这些全部荒天下 那个官叫什么名字? 李志豪 李志豪 哎呀,都是人民选出来的人才能走进去议会 OK 所以,你就真的侮辱了议会 是你侮辱了议会 不是这帮年轻人侮辱了议会 你看看2014年太阳花运动 台北后来政府 马英九就是要告今天王国昌 告林飞帆 他们告22人 然后台北政府怎么判? 嗯,全部放弯 这是什么善惑 他们进去是因为很清楚 当时国民党的政府不听人民的声音 所以他们没办法 他们才带 而台北政府的解释就是 你在议会里面的那些人 都帮那些代议政制的人 都代表不了人民发声 那人民就自己走进去发声啊,大哥 嗯 对不对? 所以你说 你说 同一件事 一个极权 一个民主的社会 那个演绎是有几个不相同的呢? 那你又说哪个合理一点 那交给所有 交给全地球的人自己去判断啊 如果你问蓝丝 蓝丝都会觉得今天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判得很对的 我觉得 我尊重大家的意见 但是 总之这个不是我们的看法 你说一句 我找一句就是说 他说 立法会有这个 憲制地位和象征异的东西 这个冲进去就是 侮辱和挑衅 就是这样的 你 我同意杰斯 我说 什么 憲制地位 我们普通人 是不能破坏到 李知豪法官 我跟你说一声 告诉你 虽然我有身之连 或者没有看 或者未必看得到 但是我很相信 有朝一日 香港会好像当年 德国纳粹那样 会有一个好像 纽伦堡那样的大审判 审判你这帮人 你这帮人 你这帮人 你这帮人今天在做的事 包括香港政府在做的事 就是在那挑衅 在那扇滑 在那保育 香港人的智慧 在保育香港人的尊严 今天我们只是有声 出不了的意思 就是这么简单 这帮年轻人 今天被你判的这帮年轻人 喂大哥 你知不知道十年八年的岁月 你有没有想过 新杀大权粗在你手 你撞送了十几个人的青春 不单止 可能还有他们一世的前途 大哥 你有没有感到内疚 喂 这些全部都是你的主观的判断 你是收了命令做事 你比任何人更加更加清楚 不要说到自己好像大意想言那样 奋唱 有一句 不要侮辱我的智慧 你真的说得很正确 不要整天都 譬如你立这个二十三条 你说香港有什么宪制 宪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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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阿爷一定要你立 你不立你就会死 你就没有一份工 你也会黑石 那就坦白一点 大家都是收拨打做事 那就行 不用说到什么 不用说到这么认真 所以 现在外国这么多国家看在眼内 很多人都问一个问题 就是 会不会做些什么呢 我们不可以呼吁叫人 美国佬做事不做事 难道我们可以叫到什么 我反对制裁 是 我说了 我都说了几天 制裁了 这班人 特别是 如果全地球只有美国制裁 今天他们真是当拗痕 你只是看临定国 临定国一个做例子 他一上去做律政司司长之前 都已经几年前的事了 一两三年前 他已经把资产转移给他老婆了 他打工打到这样 对啊 没错 他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什么下场 所以他完全不害怕 他一做这份工那一刻开始 举一个例子 我没有泄漏国家机密 我幻想出来的 例如临定国知道 政府准备委任他做律政司司长 你猜临定国第一件事做什么 如果你是临定国 我考虑一下 第一件事 如果你是临定国 你做什么 第一件事做什么 当然 看看BNO有没有过期 我不知道 是什么 当然是去美国旅行 你老婆 美国旅行 因为将会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去美国旅行 你明白吗 当然是去玩了一局 你查一下可能他真的去了美国旅行 我想说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制裁你做什么 这群人今天再强调一次制裁 是益了他们的 他们求仁得仁 他们最应该的就是 当然 虽然没有发生 但是我觉得作为香港人 你说这群人 89个港奸 其实90个 你那个人都是睡着觉的 不要经常说89 说90 那90个港奸 然后加上今天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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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接受一个 有真正法律的审判 交给真正的法治 让他们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你问我 最希望的就是 希望有一天 在他们有生之年 可以接受一次 好像柳伦堡式那样的大审判 那他们最好 真的不要这么快死 长命八岁 希望他们的余生 就在监狱里渡过 那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最合理 最 reasonable 的惩罚 制裁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我想说 这些陷家产 可以这么事无奇 但是就是他们不怕制裁 好像你所说的 你就制裁我 我就不去美国 我之前已经去了十次 不是 我先集完你 对不住 对不住 没有问题 如果制裁 你们就要是一条心 我不是鼓吹 不要说我鼓吹 绝对没有 但是你不要 世界也不要像他们那样偽善 是不是 你就是美国佬 你就叫你那些AUKUS 五晚联盟那些 至少有五晚 你五晚 英 美 澳 柳家 那就应运少少了 那你起码 你起码 田北辰都来不了 他很喜欢来温哥说 打边炉他都来不了 是不是 死了 原来加拿大都去不了 这样 他就知道原来代价是比他预期大 我只是这样的意思 你做一些事情他们都预期了 在他们的期望管理以来 有什么用 这是其中一个制裁的发展方向 不只是美国 美国牵头 这个我们强烈谴责 我曾经认为中国人 不要再用美金 和美国宣战 这个是后话 由美国牵头之下 你去到英美澳柳家 你去到日韩 就开始入獄了 很难 日韩 如果日韩都做完 就好了 我说这个是其中一个方向 但我觉得最有可能 都不是这个方向 他们现在不害怕 好像说 不会去到日韩 他们不害怕 因为我的资产都给了家人 我又不去美国 你咬我吃 好像周星馳 周星馳 你咬我追 我的资产都转移 你咬我吃 难道是制裁我吗 但我想说 亦都说给那些以为 以为不关你事 你只是没有犯法 你好好地在香港做生意 打工的人听 当然现在不是怪你们 我想你们都知道 这些人 其实是害了你们 为什么呢 Exactly 你要知道 就是 英美澳柳家都不是白痴 如果 他们现在是要做事 我不是叫他们做事 他们是想做事 当他们知道 他制裁你们的 制裁你们的 都没什么用的时候 他是会制裁香港的 你明白吗 而是那些人正在走 走 由经贸办开始了 不让资金投资在 中港股市 你不糊 股市 公司 直接投资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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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在买东西 希望你们知道 不要说 你就算当日 之后你的资产大缩水 你不要在怨天怨地 下什么 你就多谢这些官 是这些官是送给你们的 不是没有原因的 OK 你不是说 不关我事 我好好的生活 你搞事 那些只是拘捕你们 不是 是关于你们的 你可以恢复外国 你可以欧英美奥柳家 随你喜欢 正如陶杰也说 就不用死 香港现在搞什么 就是捉鱼蛋经济 那你就糖水滚糖鱼 我也说了很久 香港一定不会死 你说 到我打断你了 不是糖水滚糖鱼 有中东资金 本来 中东的王子 你一不说牛志 我忍你说 我忍你说 那个王子屌 你临到最后一天 他有急事 你家族 阿里王子 阿里 阿里巴巴 那些 最后一天 大哥 梁振英也打算去台桥 然后人家突然间 离香港 什么的 什么城市全部都有出场 去到签约那天 突然间 晚上通知 前一晚通知 说 有事 要回到中东 急事 急事 是啊 你说这样 挺好笑的 你说真的 准备 准备 5亿美金 下来香港 但是 我们这样 我先 再補一句 他 迟早 都找到人 不是 阿里王子 不来 还有 亚谋王子 都会来 你大哥 在亚联邮 这些所谓王子 通街 一个花门 跌下来 都死了几个 然后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香港政府很简单 你做马都做到 你找个人 假扮王子 都可以 就是林子祥 你找林子祥 你找林子祥就可以 假扮了都没人知道 然后找叶善文 假扮飞笨都可以 然后 每个人在吹水 说几亿美金 任你吹 你吹到几大都可以 告诉你 这个 没有时间 先不要讲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 一讲 一定是有时间讲的 对 想讲的重点就是 中东资金 账面数 你说一下就可以 告诉你 香港有时间 所以我想讲 重点不是 外国会如何 因制裁23条相关的事情 而是 当这个世界欧美 和中国越来越开拖 这个没有代表对错 当然是欧美错 当然是中国对错 然后 这个23条是一个藉口 或者是一个理由 是令到他们更加 明目张胆地 去做那些 伤害香港利益的事情 而那些 是会一招比一招狠 你看到已经很狠 不是没有影响的 是很多事情 会发生 影响你香港 中国的商贸出口 投资 科技 是全部 现在越来越入獄的 影响了 所以这个 简单说 香港 香港 封英雄都走出来 是吗 在博奥论坛 出来 陈国基 封英雄 走到博奥论坛 他不用找 很简单 他只是说一句 不断说一句 我来到这里 看到很多世界各国的政要 其实没有政要 在博奥论坛 这个已经是一个误度 第二个误度 就是 我没有听过有人说 23条有问题 当然没有问题 我再说一次 我是马来西亚那些 你所谓政要 我都说你没有问题 Go 二百三十条 你最好立得 越立越极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 这个不用 风水佬骗你十年八年 现在不是要 现在重点不是要听到 有多少个国家走出来 说23条有问题 OK 是所有 不出声那些 慢慢把你香港阴干 你就知道有问题了 是行动 打什么嘴炮 用什么浪费时间打嘴炮 OK 有你份吗 香港 我即是恭喜你们 求人得人 你当然是把香港自绝于世界 变成中国三十几个省市里面的其中一部分 那你就做到 大家都是热烈恭喜你 更加难的东西你都做得到 是不是 李家超好东西 只有你做得到 就是周星驰 欢迎你 肯定一群东南亚领袖 那一晚 好像我们看曼联 最近都不常贏 一贏 李显龙 可能一听到 23条通过 耶 哈哈哈 又准备 各位 各位 叫病 全部准备开户口 是这样的 是 没错 你这个形容真的非常好 李显龙真是开心 你知不知 那天真是 就是这么简单 整个东盟都开心 以后做任何统计 不用有你在香港 喂 明正言讯 是不是 我们比较GDP 比较外贸 比较外贸 不用再说香港 那难道我们以前有说上海 是不是 就是东盟那些 我们有说上海 没有 是不是 那现在香港 就 就搞定 是不是 One of the cities in China 就是 所以 所以 不能搞 是啊 那香港人的应对方法 就尽情享乐 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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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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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整两道给这个 这个 朱粉抢楊潤红 是 潤腸 潤红 以后 又多几样东西 售给这个 丐邦窮友 是不是 嗯 丐邦窮友 那么多年以来 只有他们 扮演大陆 里面的角色 他们从来没试过出去看大陆 的 是不是 那以后你就可以 售给一些丐邦窮友 我们的同胞 听 每逢4月1日 你自己找时间来吧 因为你没有假期 但是难得一件 啊 呃 复活节啊 清明都可以的 都可以 那就可以 那来看一下 或者或者总之适逢是香港长假期 你就来看一下 那见证一下 比大陆更壮观的 呃 呃 大千玻 售售点是什么? 你大陆走几亿人不是很聪明的 你有没有试过整个国家的人口全部走光? 香港只有七百多万人 这几天长假期出入境的人次是预计1100万 1100万 很简单 1100万除以一 我用简单数 550万 香港只有750万人 理论上可以走550万人 你中国很厉害? 按这个比率 你中国起码要走10亿人 20亿人次 20亿人次 20多30亿人次 你才拍得住我 所以这是第一个售售点 第二个售售点也有 23条下来还有什么新景点? 看香港 香港有busker 在街头有人唱歌 你有没有看过警察拉唱歌的人 是不是? 又可以去旺角浪豪坊 看看那些所谓的 有趣 拉到busker的人 然后 香港 多厉害 拉到封锁线 八九条警察 按下一个弹 弹歌 整个画面又令我 好像李家超 令我又想回你2019年的黑暴的年代 然后告那些年轻 还好笑 告他无牌演奏 喂 你问一下busker 去哪里拿牌的呢? 我真的想不到去哪里拿牌 所以 这些就是景点 你看大陆有得看吗? 我想大陆人看城管 那倒是 大陆人现在下来就没有兴趣看这些东西 这个可能兴趣会小一点 不用担心的 大陆人下来就买黄金而已 你看上面没有兴趣看 没有兴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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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没有兴趣看 这个过关 两个长假期 整个千万人 超过了几楼 今天我们做节目 今天我们单日做节目 今天是3月香港时间 你那边是3月30日 现在出阶3月31日 不是30日 30日 出阶3日 40日 OK 30日 总之刚刚过了的整日 香港有76万人 单日76万人 前一天 前一天就是未放假 你知道有些人很聪明 就打算未放假先走了 那也三十多万 其实也不舒服 也不放假 然后两天都走了一百万 走一百万人 然后你那边准备了睡醒 又走过 继续走 看各大新闻 有一句说话 今天差不多是香港人的口头禅 你哪一家电视台报纸 打咪都是那一句 走啦 香港都没什么玩 你看TVB也是这句 看ViuTV也是这句 看开电视也是这句 香港人 不是 香港都没什么玩的 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 这个 喂 但是 喂 不是吧 那些复活蛋 你们不去玩的 九龙东的花圃呢 好看 有西九 这个圆明圆 爱国展览呢 很多东西玩的 朱粉厂 杨洋洪 跟你说 花很多钱 为什么你们不去捧场 是呀 花很多钱 不用你钱 人家组织都要付钱 日本 为什么你去日本 你去日本付钱 都要看 现在 帖子来到香港 香港政府 贴了钱 你都不看 这个问题 值得深究 第一个角度 大家也知道 现在 香港能够不够 中国能够不够 深圳 我不知道 但是 只能拿你一元就得一元 很明显 要吸引你的钱 香港人有钱 又喜欢回大陆消费 回中国消费 香港零售的消费 政府当然不会和你思考 这是第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 如果你宏观地看 你可以说 代表 香港人 都当自己是中国其中一个城市 走来走去 就没什么所谓 但是 我个人看法 其实我是有些复杂的 因为 你还有些群组 是很多香港朋友 我没有意见 你留不留在香港 你有什么政治取态 是你的事 但是你看到有很多 当你19年那几年里 就算你没有表明你的态度 你觉得很不满意 政府的行为 你很不满意 打压年轻人 你表示对抗争者很同情 然后 你现在兴高采烈地分享 我大陆哪里搞东西便宜 哪里吃东西便宜 哪里消费便宜 我就没有理会这种感觉 但是你这种感觉 很多人都有 但是我首先 我自己 我试过切身处地想想 如果今天我在香港 你知道我也是大陆 我一定会回大陆 我没想到 带着一个斗毒的心态 我想第一个是带着一个斗毒的心态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 一样米养八样人 大家的经济又未必是很一样 还有带着 是最贴近香港人的那种消费习惯 或者就是花钱没花得那么多 那还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要理解 要量解 就是在香港真是很不开心 怎样都要找个地方 要出去出去 OK 明白的 我想都特别 我想都五年 我们真的要理解 今天在香港生活 是很辛苦的 是有一种麻木感在 是的 就是什么都麻木了 你看看最近刚刚地铁的加价 是 加到尽 加3.09%加到尽 是不是 他说有多离谱 你收回 有多离谱 23条都立了 我是地铁 我都加到尽 喂 大哥 你不通靠 垃圾会那帮 又靠垃圾会那帮港奸 那帮港奸 港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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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只要大家心中有数 是同路人就同路人 大家做什么我觉得真的不重要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你要开心 我也想大家开心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有什么质疑 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别人留港 只有唯一一个办法 就是李家超走出来 告诉大家 深圳真是好玩 每一个假期都在喊 大家记得上深圳 那些人就会留在香港 就是这样 他不做 那没办法 香港人就会 你不断叫大家留港消费 你再弄多些復活弹 那些人就再多些走 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有这个问题 我正面一点 你又去日本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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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 各位 你老子 我真是拆爆你才给你说 你跟我做完节目 又是去日本 就是 我上个月去韩国 是否高雄没有东西 现在 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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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去日本 没有冲突的 两件事 我都可以想去 你去日本 你都不会回答 我帮你回答 你来来来 你真是很差 你这些公关 我特意选择这个假期去 就是想见一下香港人 我呼吁大家 去到日本 就野山捕获 Kelvin 很难得的 这些机会 那我就和Kelvin 拍一张照 跟他说 喂香港人 撑住 这样 是不是 你不要害人 让别人回香港 那混蛋 千万不要和他拍照 我是赌神 我认识你一口 刚才你说的 可以去日本 韩国 明白的 现在经济艰难 我希望所有香港人 你多个选择 问心 你有选择 你找得多些 你会选上深圳 你都要选上深圳 不要紧 这是你的选择 但你说不是 我是很想去日本 但是这段时间 经济难些 我希望 能够大家一起增长财富 希望我的财富BB班 帮到你 我会很努力 做好这个课程 我希望所有香港人 都有选择 是有选择 喂 怎样 不是 我只是想帮你的财富BB班 宣传一下 就是多点 快点 进去就加入 Galvin的BB班 一点都不BB 大哥 人家快要4万点了 不是香港那个 是啊 大哥 你猜有4万 日经有4万 可能Galvin教你买Reddit 现在都已经收回不少了 是不是 我那些 哈哈 喂 喂 赚钱不敢说 你远离风险资产 是不是 你真是逐渐 逐渐地爆 OK 那说起这个patreon 好 我想再说一件事 好 然后再说我们的patreon 是 我想说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今天香港人走出去 成大部分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 这个可能是今天是留守在香港人 僅餘的一个 还有可以自由选择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替他们高兴 是啊 真的遲下告诉你 可以悲哀到连你走出去 就是很多人没经历过 你问一下那些丐帮窮友同胞 申请 那些父母那些要申请的 对 OK 所以今天去哪里真的不要紧要 最紧要大家要开心 我最紧要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但是其实玩得开心也不容易 就是这么多人怎么开心 大哥 刚刚我看完影片坐地铁 是吧 喂 大哥 一到站的人进车 那些车里面的人 不要进来啊 人打人啊 喂 大哥 神经病 你知不知道我看完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过来一年 我的心态都变了 哇 我真的觉得吓死那些机场巴等三个小时 哇 十多二十个人在街上抢的士 喂 就是 那个是你旅行里面的第一站 就已经是这样 那还有些去到 港珠澳关口 去到 深圳黄江 我们全部都要折返 多人到 吓死 是多人 以往 这么多次 但是我很肯定 这次不是最多人 以后只有没有 最多次 就更多 因为 因为 sorry 再说两句 你没有办法 你除了还有尋开心 的 还有 你不要忘记 现在才即将开始 那些高财 高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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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蠢 喂 不觉不觉 这些年龄 放下来九万人 九万人里面 不是全部都是高财 一半 亲属 家属 多人 家属 多人 高财 OK 是啊 四万六千多人 就是小孩 小孩 和老婆 家眷 然后 四万 鬆一点 就是那些高级 蠢 喂 你这个趋势 也告诉你 每逢假期 那些人还要回去探亲 你知道那些 我这些落下来 他又会觉得他是香港人吗 当然不是 他又要回去 所以那些大迁势 是越来越庞大 这个整个趋势 大家要知道 是啊 做好准备 这次是极事 是的 我们期待有些报章 给他 这个长假期 香港人 上深圳有一亿人 哇 真是很厉害 那留在香港 其实生活的那几天 是挺好的 很自由的 就是可能 遲些 你这次又是请几天假 香港人有十天假期 是的 但是我觉得 下年你真的可以考虑 就是 这十天假期 留在香港 是的 比如去过大婴山 是的 哇 这个才是真正的度假 不是啊 还有呢 以前呢 那些周末呢 譬如淺水湾那些 你这样进去淺水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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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哇 现在你自由了 最近我看过一条 大婴旅行团去淺水湾 就是 早知道应该逼 哇 真是 真是没得 哇 哇 又来啊 整个淺水湾 看到了 以为是海南岛 明白明白 是啊 所以 就是 下次的长假期 其实想想 不如 不用去复活蛋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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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婴山 怎么样 无论 听着的网友观众 无论你现在身处哪里 我们都衷心 希望你就 身心灵愉快了 OK 说了这么久 我们现在先说正题 对 就是记得支持我们两个的Patreon 其实这次最主要的正题就是支持我们的Patreon 真的不是说笑 越来越 大家知道了 明白了 23条 但是我也想说清楚 我们两个的Patreon 第一 我们两个不是被通缉人士 到今天为止 第二 第二 我们的Patreon 就有内容 有娱乐提供的 OK 例如我的Patreon 还有私宿独唱的 是 是啊 有料到 听一下 有我和一只很可爱的小狗 一些生活相 那样 所以 希望大家 就是 阿芬的Patreon 也都是 也都有 也都有 金融BB班的资料 等等很多东西 总之 他也有特别有做节目的 在Patreon 所以我们的Patreon 就不用大家想得很复杂 是 我们是有 content provider 很多荷里活明星都有Patreon 不是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都是跟别人 跟荷里活明星而已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 帮一帮忙 是的 因为你不帮忙 我们很难就继续帮忙 听得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黎明 是的 就是这样 最呼吁 都要这么说 总之大家 在你们安全 尽量安全的情况之下 怎样可以安全一点 之前Patreon你都说过了 任何情况 你都要保障你的私人 无论你在Patreon 你在Facebook 你在YouTube OK 在这些安全的情况之下 希望感谢大家 帮忙 CLS 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也很重要 令到我们的声音宣扬出去 接着就加入我们的Patreon 相当之感谢 我们说这些东西一点都不敏感 最近各个国家一说香港 出一些温馨提示 给他们的人民 如何去香港旅行 跟我们以上说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是 刚才Kevin说 你进到我们的Patreon 最重要就是 收藏你自己的身份 不要公开 这样 那其实最近各国都是 如果你有看 譬如我 我特别留意的就是 我身处的加拿大 无论是温哥华 多伦多 都是大概是这样呼吁的 譬如说 最好你不要去香港 如果你犯钱 你前骨头 你就是要去香港的 那麻烦你最好 就不要带自己的手机 现在去香港 去香港要有很多东西要注意的 不是 你是要去的 没有人阻止你 但是你去香港 你不要带自己的手机 还有就是不要 最好用一次性 就是最好 还有就是 在街上游览的时候 最好就不要到处拍照 之后 那些不同的国家 都会呼吁自己的国民 就是 喂 提提你啊 香港的那些警方 是会 随处都会抓人的 OK 如果在街上看到任何类似而似 好像游行 集会的东西 不要去看热闹 这些不是景点 这就是今天香港给到所有各国的观感 是啊 就是台湾也很温馨的 台湾不只是在台湾出这些旅游警示 在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也有出的 在我们这边 就是因为这里我们也有很多台湾人 因为他们也会有时候回到台湾 顺便去到香港 他们大概就是这样 告诉大家 今天香港没有什么政治自由 还有台湾还过去 你记住啊 你自己是台湾人来的 小乱心 OK 你不是加拿大人 不要想着拿着加拿大戶照 大乱 因为他们认护照的 他们认护照的 你真是这样 你真是好笑的 你真是好笑的 就是这里每天都是这样 最后就是大家 哎 很语重心详 愚非必要 切勿前往 你说我们香港人 情何以堪 对不对 好像北韩那样 不是北韩都已经接近伊朗 这个就是今天的香港 李家超 那你在那里吹什么 李家超 在那里吹什么 是不是 啊 真是浪费 所以 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 能够为大家提供一点的苦衷作乐 Patreon说什么 Patreon Patreon 我们今天是这样 今天就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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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很想听 伤重要求 讲足球 我知道大家不喜欢听我们讲曼联的 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厉害的 听我们的节目都有 是 厉害也有 所以我们 我们不会做这么傻的事 唯一吸引你进来披草 我们讲一些大家都喜欢的足球 就是中国足球 十几亿人都最喜欢讲的这个话题 是 出气的话题 是 讲讲这个 就是 敬过美斯的中国的过气足球明星 李铁 有景铁 今天就集中 Patreon版讲一下 李铁 就是 这个 最近的足球弹务案 惊天地一跪山 是 是 好 感谢各位网友支持 那我们Patreon节目就再见了 记得支持我们的Patreon 多谢大家 多多要帮忙 谢谢 各位复活节 假期快乐 我们下午再见 拜拜 拜拜 喂 今天节目这么快又看完 明天才有最新一集 怎么等啊 世界满日的啦 满日啦 立刻加入我们 思思工作室的Patreon每月 星期一至五 每日多一条片看 甚至更多 最低消费每月美金五元 三个级别 小火五元 中火十元 大火二十元 究竟有什么分别 登入我们的Patreon网站 就会解释给你听 立刻加入 收看我们的Patreon特别内容 节目见 拜拜 订阅杰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片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正常 各位网友 如果想获取更多 关于财富增值 理财投资的资讯 欢迎加入财富BB班 购买方法有三种 第一 成为财富BB Club Patreon的会员 方法二 在现有思思工作室的Patreon 有一个新的财富BB班的Tier 连大火八五折一维 方法三 在Patreon里的Shop商店 单购2024二月版 今天开始理财投资 我们在班上见 我们的网台工作室 经意开计了IG帐 想收看最新的突发内容 新闻评论和节目资讯 立刻follow